登陸 嗨大家好 我是惟比 那我們繼續上一次的 判險吧 這一集就是要 找到我們之前沒有找到的海龜啰 看一看有沒有新更新的東西 那我們就 就先轉移這個陣地先吧 這邊都是那個珊瑚礁的 珊瑚礁這個方塊 這個方塊是算是什麼方塊 是我的腦紋 珊瑚礁 哇 怎麼這樣長啊這個 好像比較沒有什麼用 我放回去 咦 怎麼 我這邊游游游游著 然後停一下 因為這邊卡頓了 我是想說停一下 可是這邊我發現到海盜船 這個是它的寶藏嗎 像是沉船 應該這邊會有寶藏 我看到也這麼會有木頭 木頭 那邊有樹葉的 很像是果然這邊是沉船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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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我去那靠地先 哇靠 這個 真的是在水面上完全是無解的 它這個三叉船 它這個三叉機也太通了吧 我先去燒一些食物 然後再回去那邊 對付它吧 有嗎 我現在只看到海豚跟魚 欸怎麼這個右上角 海豚的恩惠 這什麼東西喔 海豚的恩惠是什麼 我站住在這邊一下 那拿著三叉機的 拿著三叉機的那個逆襲已經不見了 所以要我去看一下 哇這個門呢還可以用 呃好像不是從這邊先 好像從那邊先 欸有箱子箱子 呃 欸還可以用欸 這樣方便多喔 那我這邊 欸 鐵粒 有綠寶石的那個鐵 那個金粒 還有鐵錠喔 也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 欸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邊只有殺 咦 我發現到了 這邊有 這邊有 那也是我要拆掉這個木嗎 呃 欸快點 看到了 在下面也有欸 呃 這邊我 這邊需要上去 那也是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喔 這邊也有一個寶箱 喔 藏寶圖 喔 有很多的紙 很多的紙 我 我要嗎 我要來什麼 喔 呼吸 喔呼吸 對對對 這沉船還可以找到藏寶圖耶 而且這個藏寶圖 可以去看看喔 偷畫一下 看有沒有 寶箱在裡面 因為我並不知道裡面有什麼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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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東西嗎 現在也沒有東西耶 這也就是我剛才破壞的 好像 欸 欸 欸 這邊也有耶 喔 喔 經驗修補的皮革蟹子 還有帽子 是耐久的 唉唷 不錯喔 這個 欸它真的藏寶 太多寶了吧 而且藏到太裡面了 真的很難找耶 我看到的話是只有一個 三個寶箱 三個寶箱裡面有一個精力啊 耐久的頭盔 而且是皮革的 然後皮革的靴子 經驗修補的咧 如果是還是給鐵裝的還不錯一下 然後 只有精力啊 鐵力啊 然後還有那個鐵跟那個 綠寶石 也就差不多這樣 而且 它這邊就是 我最好奇的就是 這個藏寶圖呢 這個是 什麼的藏寶圖 是海 海底一擊還是什麼的藏寶圖 這邊可以 邊去探索一下 看找一下有沒有海龜 順便去看一下 這個藏寶圖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先去看 首先是看有沒有海龜啦 那我們先出發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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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什麼來的喔 到了咧 是有什麼東西還是什麼 已經到了這個點位 可是 沒有東西咧 怎麼到 這什麼東湖 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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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什麼什麼特別 欸 奇怪了 難道這邊有寶藏 垂直往下挖吧 應該不會這樣摔吧 唉唷 聽到這樣子聲音 OMG 擋住一下 應該真的沒有這樣摔吧 掉進 掉進東湖裡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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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嚇死人耶 欸真的掉進東湖裡面了 完蛋了完蛋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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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所以要我去挖礦 討厭欸 欸? 欸? 怎麼這邊的 怎麼這邊的 Oh my god 還真的是講神怪傳 Oh my god 我跟你講 怎麼這邊的石頭不一樣的 對對對對 我要先吃吃它 哇塞 我想要封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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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亮一點 嗯 問題是我想要打 打掉這些殭屍 然後才可以進去 在這邊擋就好 既然 這樣 這樣子來打我們 這樣快就找到殭屍很快轉了喔 欸?這樣我就可以做逆屍的塔了 哇靠 難道這個是 火殭屍生怪 欸?不是啊 差很遠欸 哇靠 竟然給我這樣子找到 喔 有個金蘋果 不吃不吃 等一等 把垃圾給給我 對嗎?就是這個位置嗎? 問題是我往下挖 完全是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完全是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嗯 垂直 哎唷 鑽石欸 靠 不可能的嗎? 啊給我通知 然後給我找鑽石 藏寶圖給我找鑽石 哪里? 不可能的嗎? 欸這邊很多顆欸 超多顆的 我這邊有丟一下 太多東西了吧 呃 那是不懂要丟什麼 全部 欸胡蘿蔔給丟掉 鑽石 可是 問題是很像不是欸 我再往下挖 欸已經到基岩了 到底他要給我什麼 呃 這個藏寶圖到底是什麼 給鑽石 莫名其妙咧 這我查出來了 這邊 在水下遺跡也就是 好像是在 就是在水下遺跡也就是 差不多像沉船這樣之類的 在他的寶藏 他的寶箱裡面 拿出來的地圖 就是那個 呃 差不多是探險家的地圖 可是這邊 鑽石在水下已經拿出來的地圖 是 他是埋藏著寶藏的地圖 可是我剛剛 垂直往下挖 從剛剛那邊 位置 剛剛好 水上都沒有東西嘛 就只是 垂直往下挖 就挖到了那個 鑽石喔 耐久儀 這是我剛剛拿的 好像也沒有看到我的寶藏 這個水下遺跡 差不多就是這樣 今天我找了很久很久 蛤 Oh my god 太棒了吧 終於找到海龜了 而且 哇海龜 別走啊 別走 辛辛苦苦找到你 你竟然要走 你跟我過來 滾我過來 回來回來回來 還有另外一隻 我找不到牠了 我挖一個洞 給牠跳下去 不然齁 太多了一個 給牠一個二乘二 有 過了 可以可以可以 照亮這邊 我只想拿另外一隻 海龜 我忘記牠去哪裡了 牠也一起遊 掉了 Oh my god 是同一隻還沒 欸 別走別走 欸它不只欸 還有 所以我看到還有兩隻欸 這邊還有兩隻 給它吃 我給下面吃 他們這個 欸 這高一個低嗎 怎麼回事 他們不是會生蛋的嗎 蛤 什麼聲音 Oh my god 欸 它這兩隻已經下蛋了欸 而且它大 Oh my god 它蛋是長這樣的 已經死了 什麼聲音 我需要保護那隻蛋 充一隻走開 不要破壞我的蛋 把他們保護好了 他們的那個海龜蛋 那麼我 因為我不知道怎樣去 敷這個海龜蛋 所以呢 這時間也差不多到這裡咯 因為這集 找這個海龜已經找了很久了 加上之前那個寶藏呢 是找到那個藏寶圖 那藏寶圖 姐 在這邊 官方網站 寫是說 它是會帶領玩家去找那個 埋藏著的寶藏 所以呢 我挖了 跟著那個藏寶圖去挖了那個 所以是找到了鑽石 也不知道是不是 關於那個鑽石那個寶藏 那我們 我們就到這裡結束咯 那麼喜歡我這個影片的話 可以在右下角點個喜歡和訂閱 如果想接收到最新的1.13版本的更新呢 那就訂閱我的頻道和右邊的小鈴鐺咯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咯 大家掰掰